凤凰每周快讯由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特约赞助 并协同 您健康的选择大甜豆品 联合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让不起来关注下头条新闻 南非议会9号为曼德拉举行了悼念仪式 南非副总统莫特兰蒂形容曼德拉的人格 作为全球性的人物已经超越了国界 渗透到了国际社会当中 另一方面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 官方9号指政府已示威者 已经撤离了占据几天的政府大楼 数以百计的消防警察 也到了基辅包围了现场的示威者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一晚上直播的凤凰每周新闻 乘凤来去直航北京 自今年7月12号起 国航将使用全新波音777 300E2型客机 开通休斯顿北京直达航班 每周一三五日飞往北京 航班号CA996 246日返回休斯顿 航班号CA995 头等公务经济三舱座椅 全部配备独立电源 预定咨询 进行追寻各大旅行社 登陆国航网站 或拨打销售热线800-882-8122 我这个人非常注重生活品质 工作之余 我喜欢跑跑步 呼吸新鲜空气 听听小鸟叫 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 是件特美妙的事 当然除了戒针之外呢 我也非常注重饮食 每天一杯大甜豆浆 补充营养 大甜豆浆 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 大甜豆浆 滴滴新鲜 卑卑可口 欢迎回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截至今日 美国东部大部分城市 被冰雪覆盖 景致虽美但出行受阻 目前全美已有 3700多架航班被取消 一些航空旅客 已经滞留在机场四天 部分学校停课 据美国气象局预报 冻雨在周一将持续降临 弗吉尼亚和纽约州的东南部 部分地区的降雪 将达到0.25英尺 在美国首府华盛顿 联邦政府部门周一 退后了两个小时才开始工作 这次的冰雪天气 从北到南再向东 几乎横贯了全美 冰冻和暴风雪 对美国南部的影响极为恶劣 经济方面消息 2015款福特野马 近日提前曝光 据称这款新车 预计会于在明年的 1月与底特律举行的 北美国际车展上首发亮相 新款野马外观设计透露出了 这款最新一代的车型 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新款福特野马已经多次被拍到 在进行测试 福特已经证实 该车将于明年在全球同步上市 这款第六代野马将会是首款 推出右舵驾驶车型的野马 可能会搭载一系列的V6和V8发动机 以及福特为大家所熟悉的 2.0升死缸发动机 一起来看看健康方面的消息 人体免疫系统在正常情况下 可以识别并清除体内的病毒 不健康的细胞及变异的细胞 包括癌细胞 宾州大学研究人员近日 在美国血液研究学年会上 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科学家将癌病细胞的免疫细胞 在体外进行基因重组 交汇免疫细胞识别体内的癌细胞 然后将这样的细胞 重新导入人体 启动机体免疫程序 从而清除了大量的癌细胞 参加试验性研究的 22个儿科血癌患病者中 目前有19人体内 检测不到癌细胞 病育时间最长的患者 已经有超过20个月 体内没有癌细胞 好了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亲爱的 我买了网络加电视加电话的 Triple Flee 准备在电话费上省钱了 Triple Flee的电话超快的呀 为什么不换成i2个PB呢 这能为华人两身定做的 我刚从RIC换成i2个PB了 怎么样 学会清楚的吧 相当清楚啊 但是号码会变吧 免费保留原号码呀 一个月4块9毛9起 答案多少算多少 聪明的选择 更低的价格 姚明基金会合作伙伴 iTalk BB 每月4块9毛9起 直播全美加全球 加20块 立即升级成无线套装 iTalk BB吗 我要转号呀 每个人 每个阶段 都有iTalk BB相伴 20元的旅程 能带您去多远 福特Cnex Energy 惊奇登场 环保署预估市区油耗 108MPG 享受插电Hybrid 与行驶共乘车道的 双重便利 福特Cnex Energy 带您实现梦想的座驾 20元的旅程 能带您去多远 4 Go Further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一下各大平面媒体的消息 为了提升顾客的消费忠诚度 美国部分超市开始模仿线上零售商 如亚马逊推出个性化的定价策略 该系统可根据客户过去的采购习惯 及时提供采购清单 电子化折扣券和最有效的采购路径等 大型连锁超市西夫委公司在8个月前就引进了 只为你一个人的购物服务 消费者可透过家庭电脑或其他智能手机 以特殊的应用程序进行采购 该超市公共关系主任马辛吉尔表示 一旦客户签名同意后 该服务将透过客户会员卡取得客户在6个月的消费记录 然后使用记词记录来建立客户个人的购物档案 我们借此可提供消费者个性化的服务 美国家安全局早前雇员斯诺登提报监听国民 乃至外国元首并收集大量资料 成为重视之地 但美国总统奥巴马迄今为亲自到访NSA表示支持 这让NSA人员非常不满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海登女士说 总统的反恐顾问丽莎莫纳科等多名白宫高层官员 已代表总统去过NSA位于马里兰的总部 转达总统对NSA的支持 但是NSA职员并不领情 他们认为白宫在NSA饱受批评之际却立场矛盾 奥巴马至今不愿到距离华府才30多公里的NSA总部 让职员私下表示心寒 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高龄驾车人士由于反映能力减退或服用药物的副作用 在加拿大已经构成了道路上的风险 根据加拿大统计署最新统计的数字 四分之三年龄超过65岁的加拿大人仍拥有驾照 同时指出除年轻的驾驶年龄人之外 年龄超过70岁的驾驶人交通意外率最高 而高龄驾驶最有可能在交通事故中身亡 加拿大高龄驾驶安全计划署的研究员盖农表示 高龄人士接到驾照即将被取消的通知后 犹如被诊断出了癌症一样沮丧 因为他们的生活品质将明显下降 又到了距今华尔街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文投资网的金融分析师 Warren为您提供的股市最新走向 大家好今天是周一距今华尔街节目 那么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如何trade这个low price stock 就是低价的股票 这也被称为penny stock 但是呢就像邓小平先生讲的 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 在这个方面我想就是说 对于有些人对于这个low price stock 比较敏感的话 那我建议呢就大家就不用关注 但是如果想在这方面赚钱的朋友 也许今天这一个GG华尔街呢 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因为上周呢我们来看图一 我们提醒了这个GFO 这是亚洲健康食品概念股 出现了从我们提醒的这个价格开始 到周五的盘中的一个高点 投资朋友有希望呢获得300个percent 也就是翻三倍的一个涨幅的一种机会 而且投入的钱也非常少 那么VIP有位朋友跟我说 如果Warren你讲的一些低价的股票 我少需介入也许会赚钱哦 这一些以后呢要多得关注一下 那么我想这个 我们的这个随后的节目也有disclaimer 这个仅限于大家有关注的这些朋友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想关注 也有很多朋友想知道为什么我进去我会亏钱 而有的朋友会赚钱呢 而且涨的幅度也不少 大家想想看如果我放个1500块钱 那么如果是能够赚到3000块钱 一个星期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吧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特别设定了这一个栏目 这一个单元来跟大家讲一下 第二个呢我想讲一下 今天我们要提醒的一个公司的股票 它的代号呢是Xuin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家呢是做物联网概念 什么叫物联网概念 大家有没有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ID 你去参加一个展会 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会被扫描一下 就会在后面的平台就会知道 你的整个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比如说大家在parking lot 用一个东西一扫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internet of the scene 就是物联网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家公司呢XUII呢 股价呢是却在一分钱 但是我们认为呢这个股价呢 现在已经和它的基本面背离 因为它最近直入了一个物联网的概念的一个公司 同时呢今天也发布了一条新闻 来我们来看一条这条公司发布的今天9点钟 刚刚发布的 也就是说我们节目推出的时候 这条新闻刚刚开始公布 这条新闻的细节来 XURI宣布收购一项标准化独立交易处理的专利 这个专利技术主要应用于移动设备的交易流程中 但不仅仅限于移动设备交易 XURI收购的专利号为7737848 被命名为标准化独立交易处理方式和媒介 这项创新对移动通信公司 移动设备制造商和专门解决交易流程的软件商 将会有很大帮助 XURI的CEO表示 这是我们公司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取得这项专利 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到移动交易流程行业的基础建设当中 由于相互交流需求的增加 对于标准化独立交易流程的需求也逐步上升 这项专利技术在使用NFC进场通信技术时非常有用 例如文档传输 移动游戏 或者电子资金转账等 Juniper研究预计 2014年全球 舞台中就有一台智能手机支持NFC 到2017年时 全球的NFC零售额将可达到1100亿美元 好的 那么大家听到这个新闻 其实一个非常exciting的事情 就是它有一个patent去注册了 那么这个patent可能会被苹果 摩托罗罗 谷歌 这些所有用internet信的公司采用 而这个时候 这家公司可以去怎么样 去向这些公司要求得到这个专利费 这是一个非常exciting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图形 这个股价现在短期 收5的时候收盘价是1分8 然后如果break这个2分1的话 我觉得会到3分4 或者3分甚至到5分的这种概率的都会非常大 首先它的股价在历史的高位接近7毛 而历史的低位接近1分前 而现在从这个反弹的话 我觉得概率是非常大 那么主要要看这个2分1 2分2这个range 大家开盘以后看能不能突破一个breakout breakout以后将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short squeeze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内容请收看晚上直播的凤凰每周新闻 我是观众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凤点微博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 在过去一周中 中国大陆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 被笼罩在灰色的雾霾中 央视网的一篇文章却声称 让你既痛恨又无奈的雾霾至少有5大好处 让中国人更团结 让中国人更平等 让中国人更清醒 乌霾让中国人更幽默 变得更爱吐槽 乌霾让中国人知识 知道什么是PM2.5 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一片骂声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网络上爆出了一段视频 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消防二中队殴打新兵 5个新兵战成一排 多个老兵对他们扇耳光 拳打脚踢 用皮带狠抽 而新兵只得默默忍受凌辱 内蒙古乌海市消防支队发出了情况通报 查明视频属实 相关负责人已经停止接受检查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在饭馆里吃出小强不算什么 一名美国女子在佐治亚州的一家 温迪汉堡店用餐时 在汉堡中吃出了抽了一半的大麻烟卷 经调查是一名汉堡店员工 误将大麻放入了汉堡 女顾客冲出现了类似食物中毒的症状 必须住院 温迪汉堡表示将支付其治疗费用 还向她提供了一张50美元的礼品券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封典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